波音的737 MAX9上演空中飞门一个半月之后 纽约时报报道 美国民航局FAA对波音的调查审计结果不太理想 89个项目的审计通过了56项 33项没通过勉强及格 另外对飞门事件另一个责任方 也就是机身的供应商精神航空系统公司的审计中 13项审计通过了6项 差两项就及格了 我去FAA的官网看了看 正式的调查报告还没出来 只是有一个简短的通告 说调查发现波音和他的供应商 有一些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情况 另一个相关的消息 3月9号曾经在2019年 爆出来波音生产质量问题的吹哨人 被发现死在了自己车里 警方调查之后结论是自杀 这位老兄曾经在波音工作了30多年 退休之前担任波音787飞机的质量管理经理 在大西洋的另一边 欧洲民航局雅萨警告说 如果必要的话 欧洲将撤销737 MAX的生产许可 说到这插一嘴啊 讲讲这个生产许可 咱们都知道 一架飞机你要想顺利上天 需要有试航证 试航证其实展开说还包括三种 针对机型的型号合格证TC 生产许可证PC 以及针对某一架飞机的合格证AC 型号合格证TC主要是说 这一款飞机的设计没问题 理论上来说是安全的 而生产许可证PC 是说飞机的生产过程没问题 因为一架飞机上百万个零部件 设计几百上千家供应商 从图纸变成实物 这中间的工作量海了去了 所以主机上它必须证明自己的飞机制造和装配没问题 有靠得住的质量管控 很典型的例子 印度产的米格21 三天两头摔一架都摔出名了 这你不能说人苏联飞机设计的不行啊 毛子也委屈 说我这飞机一九六几年造出来 好多兄弟国家都在用 产量都一万多架了 人家都说我这飞机便宜又皮实 性价比顶天高 那到你这 那咋天天摔呢 同样的图纸出来不同的飞机 这很显然就是 印度斯坦航空的生产过程不行吗 当然 军机没有试航证这个概念 不然印度指定拿不到米格21的PC TC和PC之外的AC就不说了 这是针对单个飞机的合格证 波音的737 MAX自诞生以来 命运多喘啊 2017年3月取得美国的舍航证 同一个月欧洲也给他办法了舍航证 因为有波音和空客两家民航巨头做根基 欧美的舍航证一直都是世界各国的硬通货 而且他们两家还基本是互认的 你给证 我也给 这也就意味着 只要某一款飞机取得欧美任意一家的舍航证 拿其他国家的证 基本就是走流程 甚至流程都省了 比如伊拉克 你让他去审查737 MAX是不是安全 那不是难为人吗 取证之后没多久 737 MAX在印尼和埃塞俄比亚就摔了 死了几百人 后来飞机被停飞 接受调查 发现是机动特性增强系统的锅 也就是设计有问题 同时也说明 这架飞机的型号合格证TC 它不合格 改进之后 加试飞 才重新拿到TC 重新上天 才飞了没两年 又出现生产制造的问题 也就是飞机的PC 也大概率不合格 这就是前面欧洲YASA提到的 必要时候会取消737 MAX的生产许可证PC的原因 从上面这些看 波音的问题 可能还不仅仅是737 MAX 单单一个型号的问题 质量管控不行 可能会波及到其他型号 比如刚刚自杀的那个吹哨人 他吹的哨就是787飞机的 波音最新的旗舰机型 德国媒体就出了一期节目 说波音飞机到底还能不能坐 讲了最近波音飞机在世界各地出的问题 当然最后肯定不会下结论说 波音飞机太危险了 不能坐了 毕竟德国他也是空客的大股东 作为波音的竞争对手 哪怕晚上睡觉都消醒了 台面上也不能说这话 显得有点落井下石 不绅士 这个节目还是挺吸引人的 有一千多条评论 我去看了看 一如既往的精彩 比如最经典的 没有人比波音更会给空客打广告 对一个 737 MAX不要钱我都不做 在波音那 钱比生命重要 这个他们还杀了吹哨人 啊这就有点恶意重伤了 人警方都说了 这是自杀 受节目内容启发 我看完之后去梳理了里面提到的 波音 最近一段时间出现的各种事故 也想看一下这些事故牵涉到的飞机 是不是集中在某些型号 或者是某个时间段生产的 精力有限就只查了2024年以来 这三个月里发生了八起事故 可能不全啊 如果你发现了可以再补充 1月5号美国阿拉斯加航空波音737 MAX 9舱门在空中想开了跑了 这架飞机是新飞机 2023年8月份刚交付 1月18号美国亚特拉斯航空一架波音7478货机 起飞之后发动机着火 这个飞机2015年11月份交付 1月24号美国达美航空一架波音757 在起飞之前前轮脱落 波音757本身就是一款老飞机了 都停闪20年了 所以这架飞机肯定也不年轻 我查了一下机灵24年 2月19日美国联合航空波音757 飞行过程中机翼受损 也是24年的老飞机 3月7号美国联合航空波音737-900 不是737 MAX 飞行途中发动机起火 这架飞机2010年交付 同样是3月7日 同样是美国联合航空波音777 起飞之后轮胎丢了 掉下来砸到好几辆汽车 这架飞机1997年交付 已经飞了27年 3月8日 还是美国联合航空 737 MAX 8在降落时冲出跑道 这是一架2023年6月份交付的新飞机 3月11日 智利南美航空一架787客机出现技术问题 造成50名乘客受伤 这架飞机已经飞了8年多 幸亏不是特别多 不然能把我累死 从这些事故不难发现 波音出事 并没有集中在某一款飞机 基本上把他们家型号全覆盖了 而且飞机生产的时间跨路也有二三十年 8起事故 只有两款是刚生产的737 MAX 从这个角度看 说波音最近几年设计有问题 生产有问题 可能冤枉人家了 毕竟影响飞机安全的 它并不只有设计和生产 使用过程中的维护同样重要 得亏啊 这些出事的飞机基本都是美国在飞 这要是发生在东南亚或者非洲 波音肯定先甩锅给航空公司 说维护不好了 2018年737 MAX在印尼坠机 死了189人 波音最开始就甩锅给印尼 说这穷兄弟不会用 保养不好 给印尼气的 说了这么多 可能还是不能打消很多人的顾虑 说我本来就害怕坐飞机 现在尤其害怕坐波音的飞机 前几天就有人问我 要坐飞机出差 有点害怕 特意选了空客的飞机 我觉得吧 这人哪一天走都是命 还有人走路摔死 我觉得吧 如果实在害怕坐飞机 又不得不飞 有个办法可以选到相对安全的飞机 至少能给你带来点心理安慰 一句话 就优先选择那些 不新不就的成熟机型 所谓成熟 就是比较老的飞机型号 像你飞国内 基本上做的都是中型机 你就可以选 波音737-800 或者空客A420CEO A420NEO 这都是经过市场检验的老机型 产量都好几千架 能保证飞机设计没问题 也就是TC证 不含水分 所谓不新不救 就是说这一架飞机不是刚交付的 也不是飞了二三十年的 一架客机的寿命 差不多也就是三十年 你找那种刚刚飞了六年八年的 正值壮年 理论上来说会更安全 太新的 可能会有生产导致的问题没暴露 比如该飞的门还没飞 太旧的老野鸡 那就更不用说了 但是好在咱国内的航司 在这方面还比较讲究 想找个二十年以上的飞机 还真不容易 具体这些飞机的信息怎么查 用什么软件在哪个网站 你在网上一搜就知道了 我就不点名说了 他们也没给我广告费 前面咱也讲了 决定你能不能安全落地的 不只是造飞机的 还有修飞机的 开飞机的 航空公司同样很重要 这怎么选航司 我就不知道了 没经验 我感觉这玩意儿也是个玄学 有人说 我就喜欢哪哪个航司 因为他们家的饭好吃 吃饱了 我就有安全感 或者因为空姐的制服好看 瞅着那个配色 那个花纹 就让人心里很舒服 莫名多了一些安全感 邪门 好了 时间不断了 醒过了 您可别忘了给我点个赞 祝大家处兴平安 那下期见